有誰知道無情依無嫁 能够付出不怕太假 人牌伸爱在心头挣扎 千万魂几次牵绳 我老是走在你身头 我老的曾心疯 狂热的心逐渐了暗默 什么时候才有你的温柔 而你一直在留我的梦 从未失去不再后 我爱你爱你却奈离开口 只好偷偷地放在身后 伟康 你能不能告诉我 芸芸的腿到底是怎么剥的呀 我妈妈认识很多有名的医生 我们带芸芸去检查一下吧 也许就可以治好了 大小姐 这块表我带我妹妹收下 她很漂亮 谢谢你 至于说替我妹妹治腿的事 我想你们就不必费心了 她有我这个做哥哥的 是不是你们中间认为 我不会关心我妹妹呀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韦康你不能这样想 我不管你是谁 我现在没空跟你讲电话 我也不是要跟你说话 我要找你们中间 能做主的人来说话 我们中间能做主的人 有很多呀 有我 我奶奶 我爸爸 我妈妈 就看你配跟谁说话 是不是应该有点礼貌 我跟你的话还没说完呢 韦康我们去吃牛排吧 大小姐要想吃牛排 可以回到你读书的地方 到英国去吃 我要是真的回了英国 我不知道你得有多想我呢 喂 刚才对不起 请问是哪一位 我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能做得了主就行 我有值钱的东西要卖给你们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没错 就是你 上次就是你打电话到我们家 你是谁啊 我是韦子杰的儿子 你刚才说的命案 是不是和我和他所有关系 喂 喂 雨晴 这是我奶奶 中老太太好 你就是何小姐 嗯 奶奶 你这么看人家干嘛 哦 何小姐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来 坐 谢谢 妈 奶奶 中太太 中小姐 你好 你好 来 坐这儿 你们俩认识啊 是啊 何小姐 这次的夜卖会 我还要特别地感谢你呢 中老太太 应该是我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一次机会 为姑儿们做点事情 我今天来 就是特意过来向你道谢的 不敢 奶奶 我没骗你吧 你看她跟婶婶 是不是有点像 嗯 嗯 嗯 神韵上 真的有点像 嗯 伟康 你今天不是休假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奶奶 爸最听你的话了 你赶快打电话给他 让他把这个人给开除掉 哦 对对对对 赶紧把他开除了 然后把他调到你的身边 昨晚上你不是这样跟奶奶说的吗 哪有啊 钟太太 我刚才在钟先生的书房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要和钟先生谈比生意 要和钟家说话算术的人谈 我请教他的大名 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应该是恶作剧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是韦子杰的儿子 那他为什么在钟家接电话呢 难道是骗我 不对 当初打到韦子杰家里的时候 接电话的声音是同一个人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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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呢 哎呀 不能急 不能急 还是先摸清楚钟家的底细再说 钟老太太 我再次代表孤儿们向你表示感谢 我今天就此告辞了 各位再见 哎 依晴 我送你吧 嗯 开墙啊 晚上奶奶约了雅如阿姨吃晚饭 一会儿你陪奶奶去吧 我没事 我送送你回来 不用了 钟少爷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各位 维康也还有事情 告辞了 那维康 麻烦你送一下何小姐吧 嗯 是 请 哎 等一下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请你退下 也是要你带给云运的 还有啊 不要忘了我跟你说的事情 嗯 你在看什么 钟家 钟家 我在想 钟家和我们两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怎么可能啊 钟家怎么可能跟我们两家有什么关系 我曾经在自己的家里面 接到从广东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 今天要在钟迪的书房接到同样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同一个人 你怎么肯定是同一个人呢 绝对不会错 每当我跟他提到韦子节的时候 他就马上心虚把电话挂掉 就算打电话的是同一个人 也不见得 就跟这件命案有关啊 何雨晴 我原来以为 你我的父亲都死了以后 我再也无法弄清楚真相 现在看来又有了新的希望 只要是有一点希望 我都会把他查清楚 可能你是当警察的 会联想推领 可是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钟家跟我们 如果你想弄清楚 你爸爸他杀人的动静 留意钟家吧 妈 剑飞在找什么 我在找我小学时候的照片呢 你在找韦云小时候的照片吧 今天晚上在他们家呀 他妈妈给我翻出来一张照片 哎 当时照片里面呢 我们俩就挨在一起 我当时真想把那张照片给要回来 可我没好意思要 所以我想啊 我家里边也应该有 我还记得啊 你们两个相处得特别好 他每天早上还会来家里 叫你去上学呢 爸爸去世之后呢 我就病了好几年 当时是你非要让我去当插班生呢 如果当时云云不来叫我的话 我这个学校啊 我去都不想去呢 后来你不肯转学 不肯去南京 就是因为韦云吧 等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不就去了雅芙了嘛 然后我也去老地方找过云云 可是他们家早就不知搬哪去了 你们小时候的这种情谊 还真是令人难忘啊 嗯 对了 你说云云的哥哥在中提身边工作 对啊 那天她陪凯月在公司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挺面熟的 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就是伟云的哥哥 说起来这云云还真是挺可怜的 有一段时间呢 他们家生活挺困难的 所以中学毕业之后啊 就没有再去上大学 直到去年才继续上了学 是啊 她从小就长得出众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腿残废了真是可惜 那个时候她在我们学校啊 是跳舞最好的一个 只要学校一有演出呢 她就会来一段独舞 没想到 腿又瘸了 我想 我能够了解到她内心的痛苦 真是命不好 遇到这样的事 那个杀害她爸爸的凶手 本来跟他们家从来没有来往 所以我想着幕后 一定另有其人 妈 我真想为他们家报仇 云云的爸爸一直在寻补房任职 不知道招惹到谁了 说不定是个厉害的家伙 靳飞 我也很同情我家的遭遇 可是追查真凶 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做的 妈 有一件事情呢 我现在就能做 什么事啊 这是秘密 那我做了之后再告诉你 请 经理 刚才宝园公司的王经理来电话 关于我们进他们 百货的事情 他要和你商量一下 替我接通他的电话吧 对了 经理 这里有一封信 里面有一张支票的 附写本 我查过了 这张支票 是我们雅芙集团 两个月前开出的 不过已经兑现了 不知对方 将这寄来有何用意 开心 去查一下 是谁开出来的 其实不查也没有关系 我们做事一向光明磊落 没什么好办 开心 你去忙吧 别把这件事情 放在经上 是 经理 我先替你拨电话 给王经理 杰黑啊 孤儿院筹资的事 进展怎么样了 我已经拿到贷款了 正在洽谈地皮的事情 你要小心啊 现在有些地产中间商 还是很狡猾的 我吴建飞什么人呢 我怎么可能上当 我找的人 可是非常可靠的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 我当然相信你 对了 凯强 最近没有跟何小姐见面吧 我倒是很想见她 可是她似乎在违避我 真的哦 你这个花花大少爷 这次你来真的了 说实话 我对她挺有好感的 那就赶紧去追她呀 我相信你追姑娘 很有一套的 不过我听我妈说 你奶奶好像不同意这件事情 是吧 这个呢 我倒是不担心 哦 对 你是奶奶的宝贝疙瘩呀 你说话 她总是要听的 行了 行了 我说你打电话叫我来 就是为了说这个 凯强 你在上海陆子粗朋友也多 这样 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家 看骨科的外国医院 你给谁看病啊 我想带韦云 再去查查她的腿 这个我早想过 我叫凯弦跟韦康讲过 可是韦康 她脾气很古怪 她似乎不太能接受 别人对韦云的同情和帮助啊 嗯 那是对你 对我可不是这样 是吗 好 那我就找找看 看有没有合适的医生和诊所 到时候我们俩一块陪韦云去 哎 请注意你的措辞 别我们我们的了 就交给我好了 哦 你小子 我知道 你们俩从小就是小区同学 而且还是轻微中猛 哎 我与那姑娘真不错 要是能把她腿制好了 那就好了 经理 哎 怎么那么没礼貌啊 进来不知道关门啊 对不起啊 行了 有什么事你们先聊吧 不打扰好了 请 慢走啊 凯强 好 经理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我听说 孙老板想卖给我们的那块地 好像是被市政府准备征收的 廉价地块 真的 消息不是很确切 但有这个传闻 经理 你说我们要不要签这份合同 不签吧 他给你的暗口那么丰厚 放弃太可惜了 签了吧 如果一旦消息是真的 地北政府争取 便得一文不值 签 当然要签了 我需要这个签 哥 这个周末把何小姐叫到家里来吃饭吧 妈妈老念叨她 人家何小姐很忙的 跑到家里边来也不太好意思 我跟妈妈都特别喜欢她 而且她也说过 以后她有空会常来陪我和妈妈的 人家呢就是一句客气话 这话还能当真的 那我问你 今天有没有练习走路 练了 只是效果不太明显 我想 可能我离不开拐杖了 瞎说 哎呀 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妈 妈 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哎呀 我刚送走李阿姨 就是我们那个老邻居 他们到了我们家来了以后啊 看我们啊 住了那么大的房子啊 比以前好多了 她说我很有福气 摊上了一个好儿子 我跟她说呀 主要是我儿子 遇到了一个好老板 妈 假如我们要是搬回原来的住处 怎么了 你们老板要收回这房子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 妈 哥跟你开玩笑呢 哦 对妈 我开玩笑的 哎呀 你这小子真是 我们一直会在这住下去 永远住下去 你干嘛跟妈开这种玩笑啊 妈 咱们俩去厨房吧 好 我们 马上去吃饭吧 妈 今天晚上吃什么 有你喜欢吃的红烧肉 我都准备好了 难得你老板给你放了一周的价 我们可以天天的在一起吃饭了 走吧 嗯 大心点 来 慢慢走 喂 我是韦康 韦康 一周的假期快到了 考虑的怎么样了 哦 陈先生 嗯 请让我和钟先生讲话好吗 韦康要大退堂鼓 啊 韦康啊 你 如果不想去南京执行任务的话 我愿意赔偿一切 请您给我一个期限 请您给我一个期限 可以啊 三天以后吧 三天以后 你把钟先生给你的高薪和房子一块还回来 三天 三天怎么可能呢 我就是去墙也来不及啊 陈先生 请让我和钟先生说话好不好 我求求你让我和钟先生讲话 他要和您说话 我是钟笛 钟先生 很抱歉 我不能够为钱去杀人 对不起 我想毁掉我们元宣的约定 关于您的损失 我会尽快赔偿给您的 我希望您能宽容我几局 韦康 老陈是为了我着急 他说的话 你不用当真 我钟笛送出去的东西 就从来没有再要回来的道理 房子不用还 钱也不用还 这是我送给你和你家人的 你就安心的在上海照顾他们吧 就这样 钟先生 您太人厚了 您不应该答应违抗 我相信 他一定会回来的 很可爱 您不应该答应 您不想 吴残 请 您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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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 好吧 您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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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不可以请你跳支舞 我不太会跳的 没关系 我可以教你 来 还可以啊 不错 你啊 也应该学一学了 说不定哪一天 钟凯月小姐 会要你陪她跳舞呢 还是不要跟我提起 那位中交大小姐吧 她只是个阔小姐 被宠坏了 阔小姐 我觉得她 挺直帅的 而且 我觉得她挺喜欢你的 我不是有钱人家 手中的玩物 你和我有同感吗 对了 今天是我 第一次邀请男士跳舞 以前从来没有过 非常荣幸 我想跟你说 我希望你这是最后一次 成为别人的舞伴 再有 我想祝愿你 早日离开这个 无烟瘴气的地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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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演出结束了吧 要是结束了 我想请你到外面走走 好 那你等我换一身衣服 今天晚上玩得很开心啊 我也是 对了 这个给你 答应我回去再查看 我过两天 要到外地去出差 连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希望你有时间到我家 去看看我妈 还有我妹 这么说 信里面有你给我的指令呢 你放心吧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伯母和云里我会照顾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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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九哥 看到了那个人了吧 他就是亚服公司终极新雇的保镖 就是他打伤了三哥 今天让我遇上了我就不能饶了他 可是大哥说 千万不要动中家的人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总得出出这口恶气 看来 你还是很看不起我现在从事的职业 不过 不过 我希望 我希望你不要看清我的人格 哼 也许我现在从事的工作 比起你的职业更卑贱 你不是一直在中迪的身边工作吗 中家要你做什么 让你觉得 比做叶总会的小姐更卑贱 我就是说个玩笑而已 不用在意的 中帝是不是拼你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那怎么会呢 中先生是银行家又是个慈善家 对着 对着 小心 九哥快走 快走啊 我不进去了 你把门关好 你先当心吧 你不向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人向你开枪 你随身带着枪 是不是也是为了防 那些随身会向你开枪的人 你就当我现在做的工作见不得人行吧 我早就知道 你会不顾你自己的性命 是为了你家人对不对 一直以来 我特别希望 我能为我爸爸补偿你们家 因为我觉得愧对你们 可是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才能补偿你们家 你什么都不用做 照顾好你自己 希望有一天你离开夜总会 不再做歌女 现在回到家去 上床睡个觉 明天早上醒过来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 违抗 请你别再说这些关心我的话了 你别忘了 我是杀害你父亲凶手的女儿 我没忘了 我没忘了 没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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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请你以后 别再这么关心我 这么多钱啊 姐 这次可以为我买摩托车了吧 这是别人的钱 我要还给人家 你别还啊你 这是你老板给你的吧 你天天给他加班 他给你大奖也是应该的呀 这件事情不用你管 睡觉去 去呀 封警官 麻烦你把这个还给韦抗 我怕我自己去 他会不肯收 他还在为难你 没有 恰恰相反 他想帮助我 韦抗他是个善良的孩子 要不是他父亲出了点事 他会有很好的前途 都是我父亲连累了他 对了 封警官 我想请问你一下 韦抗到底给亚服公司老板 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很高兴你跟韦抗 不再互相仇视 而是能够成为 互相关心的朋友 何小姐你放心 上海虽然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但中敌现在经营的是正当事业 至于他雇韦抗 我想是因为韦抗有一流的设计技术 现在上海的富豪都要有贴身保镖 韦抗需要钱照顾家庭 他替人做保镖 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可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他也是这么说的 那就没问题了 这个就麻烦你了 信封里是什么东西啊 是钱 我知道了 是你大夫的那笔医药费 是韦抗还你的 不是那不是我 何小姐你对我就不必再掩饰了 这笔钱我觉得你应该收下来 否则韦抗始终会心里不安的 那个人的脾气我最清楚了 如果你不收下来 他反而会跟你有隔阂 可是我现在不需要这笔钱 不你需要的 现在韦抗最盼望的就是你离开叶总会 你现在有了这笔钱 再想想办法将以前那个店面盘回来 至于韦抗他现在挣的钱 远远够他维持生活 你不必为他担心的 枪杀韦子杰的凶手名叫何有顺 这个凶手当晚就去寻补房自首了 警察还没有来得及审问他 他就心脏病突发而死 所以到现在还弄不清楚 他枪杀韦子杰的真实原因 何有顺 姑奶奶 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啊 从来没听说过 那这么说 我要韦子杰打听星河的事 跟他的死完全没有关系咯 我也是辗转托人才打听到这个情况 据说 何有顺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前科 所以寻补房估计是围警官在警局任职时 得罪了什么人 被人报复 暗害了 那我就可以稍微安心一些了 遗憾的是 我委托韦子杰 调查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小枫啊 你看 是不是要换个侦探社再调查一下 姑奶奶 我不赞成你这么做的 从我这些天 调查雅芙百货的账目上来看 我觉得 柳星河的工作还是很尽职的 而且员工对他也很满意 所以他们夫妻俩把权利交给凯强 是早晚的事 您又何必着急呢 可是我心里急啊 我 我怕等不到那一天 姑奶奶 您身体这么硬朗 怎么可能等不到那一天呢 我就是不放心星河 如果她真的做过舞女 这种出生的女人 我们家怎么能聋得下她呢 听说凯强结交的新女朋友 也是在叶总会工作的 像我们这种家庭 男孩子在外面风流 是在所难免的 可是 真的要做我的孙媳妇啊 我一定由不得他们做主的 伯母 我来吧 你休息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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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 我来没事的 好了好了啊 你们两个就别争了 今天呢你们两个烧的饭 我在那已经休息半天了 这样的事情啊 就交给我吧 哎呀不行不行 好了好了我来安排 雨清姐啊 刚才呢你也在厨房忙活半天了 所以一会儿啊 你就去沙发那休息一下 洗碗嘛 就交给哥哥洗吧 啊 我我洗碗 哎呀这个 洗碗 今天不是说好了吗 用人放假 你们三个人做顿饭 吃完饭 你们三个人再收拾 我我洗碗 你这个 你这个叫大男子主义 凭什么让我们三个女的 伺候你一个人啊 你哥哥也怎么叫大男子主义呢 孔盛都说了 我知道了 你又要说君子远袍除嘛 每次让我哥洗碗 他就只会说这一句话 我支持云云的建议哦 这碗啊 应该让伟康洗 这个呀不叫大男子主义 你哥哥呢是有福气 将来呢 给你哥哥娶个媳妇进了门之后啊 还不是我们三个人伺候他嘛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 妈妈说的对 那就一会儿我跟妈妈洗碗吧 哥哥 给你的任务嘛 就是一会儿送雨晴姐回家吧 哦 云云 好了阿卡 你就早点送雨晴回去吧 嗯 一路都没有话了 不用送了 前面就是电车站了 再走一会儿吧 上海的夜晚和白天不一样 是啊 这夜色真漂亮 可能是因为我心情好吧 因为我已经决定 要辞去夜总会的工作了 真的吗 祝贺你 那得谢谢你啊 是你给了我那笔钱 才能让我离开夜总会 你还打算 让冯明辉再把钱还给我 如果他那样做了 我马上就和他绝交 只可惜那些钱 不够你盘回原来那个店铺 至少目前来说 我可以安心地去找一份 适合我干的工作了 这样的话 我就不必再担心 受夜总会的那些客人的骚扰了 也不必老担心 雨晴他知道我在哪儿工作的事了 很高兴能听你这么说 还说替我高兴呢 我看你一晚上都心事重重的 在你们家吃饭的时候 你虽然脸上带着笑 可是你的眉头却是紧皱的 魏康 你老实地告诉我 是不是 你对于这一次去南京 心里感到很不安呢 钟先生他到底要你干什么 一个做保镖的能做什么 可是云云告诉我 你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南京 这个选择很让你为难吗 是钟先生逼着你非去不可吗 是我自己逼自己 这话什么意思 我听不太懂 我不想让我妈和我妹妹 失去那个你看到过的 温暖幸福的家 我不想他们将来过那种没有钱 没有房子的日子 现在我明白了 可能从我开始给钟先生做保镖的那一刻开始 命运就注定了 可是你告诉我 钟先生到底让你去南京干什么 那天你不是看见了吗 有人朝我开枪 如果有人朝钟先生开枪 我就 我就阻止你 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你再来我家里吃饭 永远不要让我妈妈知道你是何有顺的女人 你不提 我差点就忘了 刚才在你们家过得那么愉快 我差点就忘了这个事实 那不会是个肥皂泡沫 只要轻轻一吹 就会破灭 我自己回去了 你不用送我了 钟先生 我们后天就要去南京了 我想给韦康再打个电话 把话说重点 让他知道非回来不可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是吗 他怎么说 我没有打给韦康 是打给凯强的 我让他在上海好好待着 不要跟我一起去 怎么让少爷通知他呀 我去找他 你不用去 我发现 韦康在凯强面前 有着一股强烈的自尊心 让凯强去通知他 效果好 这万一他不跟着去 那我们怎么办 这回去南京我估计的 会有一场恶战呢 那我们就自己干 所以今天我熟悉熟悉 你别小看我 我当初也是个射击高手 你说韦康这家伙 他 我能理解 跟我当初陷进去的时候一样 最终就是一个孝子 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感 我发现在韦康先生 有个年轻时候的影子 钟先生 您对韦康实在是太好了 这可不像一个老板对手下的态度 你就看着吧 韦康肯定会来的 凯云 凯云 你这愁眉苦脸的 给谁打电话呢 这个思维康 到处都找不到他人 找他干什么 让他陪我出去玩啊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用找他了 因为今天他回不来 为什么 刚才你爸爸 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说我有重要的命令 要我转达给他 所以等我办完正事以后再说 凯强 雨晴 你怎么来了 找我吧 要不然 是夜总会 又有人找你麻烦了 不是 我找你 是为了韦康的事 那到里面谈吧 雨晴 我看你刚才的样子 有好的话要说 怎么现在又突然沉默不语了 我今天来找你 是想问问你 有关你说说我和韦康的事情 因为我有很多疑问 那么在我回答你问的问题之前 你能不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问吧 你现在不会再否认 那次在外滩公园的偶遇之前 你就认识韦康了吧 是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俩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到现在了 你们还要刻意隐瞒 以前认识的事实呢 不好意思雨晴 如果你不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就没法保证 能告诉你你想要的答案 几个月前 我爸爸 突然开枪打死了韦康的父亲 你说什么 韦康父亲的子 是你父亲 是他 晕晕的腿也是我爸爸大伤的 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谁 在敲打我窗 是谁 在撩荡清雪 是谁 那一段 被遗忘的时光 被遗忘的时光 那一段 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 在撩荡清雪 在撩荡清雪 是谁 在撩荡清雪 飘落的小雨 不停地打在我窗 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 是谁 在撩荡清雪 是谁 在撩荡清雪 超过山字 他在撩荡清雪 是谁 在撩荡清雪 有影运的 是谁 在撩荡清雪 跟您的脑袋 在撩荡清雪 在撩荡清雪 他在撩荡清雪 只能撩荡清雪 他在撩荡清雪 在撩荡清雪 和户山乾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